欢迎收看数学整单,我是赵老师 那今天晚上我们要教的是青年级国一的数学 目前进度是解一元一次不等式的第二次上课 解不等式其实算简单 就跟解一元一次方式一样的概念 只是说他是把等式变不等式而已 运用的方法都差不多 那我们看一下在第13页这边 那一样在解不等式的时候 其实最头痛的题目就是遇到分数型的 分数型的话 如果又遇到一些奇怪的一些结构 同学可能都会不好处理 那我们来看一下在讲义的第13页这边 我们举了三个例子 都是很经典的 同学会常遇到的一些题目 那我们看第五页这边不但要解不等式 还要图解 图解就是把不等式的结果画在数线上 叫图解 好来那怎么做呢 同学看到分数都在很想要去分母 我也知道 但是要小心 这个分母的话呢 如果你要去掉的话 要乘多少 4 3公倍数是12 可是有个问题哦 你乘12之后你总觉得分子怪怪的 它是5-a-3跟2-a加1 那你给它去分母之后 比如乘12好了 乘12 4跟12也不是都3 3要乘到分子去啊 这样怎么乘 好像又不太好乘 所以我建议说 你把那个分子先整理过 整理就是说把它先化解 化解我把题目超一下 它变成4分之 我们直接就心算整理 不要好了 心算容易出错 我们慢慢来 5 减掉括号再拆括号 因为负 这x没有写正的嘛 所以负正得负 变成x 后面这个负负怎么样 得正为写加3 变这样写了 然后会大于这个 要我们把它那个拆括号之后 变3分之 二兆超 然后呢 这2x 前面没有写就正的嘛 所以负正得负 -2x 一样哦 负正得负-1 目前变这样 那我们再把它做个整理 好整理的时候呢 这个的分子哦 就四分之 我把那负x先写出来 负s我排前面排第一个 那5要加3 注意哦 它是5加3 你不要读为5-3 不对哦 这个负号是x在使用的 就拉出来了嘛 5加3是8 要加8 大于这一个 三分之 一样把负2x先写出来 然后这是2-1 好 注意哦 是2-1哦 你不要给我读为2-1 负负还得正呢 错了哦 因为这负号是2x在使用的 它拉到前面去了啊 所以它看来是2-1 2-1就剩1了嘛 加1 好 那同学有问题哦 能不能约分 看到这有8 这有4啊 有没有很想约 对不对 诶 克制一下 不能约啊 为什么 因为你约分是不是除法 那你要除这分子分5都除啊 对不对 所以你要约分4 可以啊 那分子要去除以4 如果你的分子全部除以4 它怎么办 它没有4的倍数啊 不能除啊 这懂意思吗 所以不能单单只有4跟8 这样子约 那不对哦 不能这样约 除非这符号变成法 就可以了 这懂意思吗 所以没办法这样约分哦 那怎么办呢 现在要乘多少 就要乘12 因为43公倍数是12 对不对 那乘12之后呢 我这边写个12哦 12要乘到这个分数 这个也要乘到12 乘12的目的就是为了要 去分母 对不对 那4跟12 414 4312 这边是3 这边也是啊 313 3是12 这边是4 不用忘记哦 你现在所写的东西呢 都要回乘到分子去 对不对 这个要乘到分子去 这个要乘到分子去 3乘-x 变成了-3x 3 8 24 加24 会大于 这边要乘以4啊 4乘-2 -8x 414 加4 把它妥善的整理跟一项 我把那-8x移过来 移过来 移过来是不是加8 好 那加8之后呢 变成-3加8 那就是5x 啦 -3加8 正5 然后呢 24移过来-24 哎 你是-24哦 4-24 不够减的 -20 所以这边是-20 大概怎么做 一样 等量的那个除法 会用一项 可以5一怪出5啊 所以一怪出5之后呢 变成了x 就会大于-4 好 那这个答案出来以后呢 那题目是要求 除了说写 写它不等式的解以外 写出来之外 还要去做图解 图4 那要怎么画 因为那个 x大于-4 的话 -4还算是蛮好画的 所以我就把它刻度 画仔细一点 这边是0 这边是1 -1 -2 -3 -4 好 再来是大于-4 大于-4 是空星 没有等号嘛 有等号就要画十星啦 如果大于等于-4 要画十星 小黑点 大于的没有等号 就画空星 画空星以后呢 你可以两种画法 第一种 就把这边的线 塗黑黑的 就加出来 画过来 因为大于-4 第二种是拉天桥 我偏好 我偏好拉天桥过来 所以答案这样写 s大于-4 这是第五题 假模仁 不然一解不准事的部分 我把这拆了 第六题打星号 哇,这里超重要的 比如说这种题目最容易让同学陷入一种 一种险境 一种危机的状态 这种分数型又遇到减法的时候 要错误率超高的 所以注意一下这一题 好吗 看那个 第六题 根据目前的情况 似乎会延后到学校上学 所以现在都改为线上课程了 所以当你眼睛在使用萤幕变多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眼睛的部分 要适时要休息 大概就每隔40分钟 就休息一个10-20分钟这样子 不要一直盯着小萤幕看 这样眼睛容易坏掉 好,看那个第六题 然后那个一定要在你使用那个 不管是什么 看书的时候 看书或者是看手机 线上学习 或者是看平板 或是中央型电脑 那光线一定要充足 你光线不充足的时候 那个眼睛的压力负担就会增加 那视力就会更得比较不好 所以要保护好视力 一定要维持一个时间 到了就休息一下子 然后就往远处看 用想的也可以 眼睛闭起来 你就冥想说我在看远方 这时候你的视力会做调整 会让眼睛比较好 好不好 我们爱惜眼睛 保护它 好,看那个第六题 这边的话 它的分母是6跟5对不对 好,那怎么样做呢? 对,我们要去分母 那去分母的时候 我们会找那个5跟6的最好公倍数 对 答案是30嘛 所以我们这样做 两边都乘30 两边什么意思啊? 这叫不等式的两边 都给它乘30 有时候你不但是说这边要乘30 不但是说这边要乘30 对不对? 而且呢,这边也要乘以30 而同学很奇怪 左边乘30 右边都没有乘到 忘记了,这边还是写1 不对啊,它也要乘30 两边都乘30 然后乘30之后呢 小心喔 这边的约分 其实你用想象的 好不好? 你不要真的画掉 像6跟30约 它是不是616 6530 对 可是你不要真的画写5 知道吗? 因为你画了写5之后 就以为剩下5而已 然后5变成后面去 那不对啦 所以用想的 你6跟30约剩5 5要乘到分子去 你这样写 5去乘上括号 2x加1 这样写 这样知道吗? 在这符号是减对不对 没有变喔 一样写减 所以照抄下来一样写减 减多少呢? 再看 5跟30约 是不是6 6要乘到分子去 所以减掉 减掉6 去乘上x-2 小于等于1乘30 就是30 那这一步要写对啦 你写出都共估了 所以这步很重要喔 所以怎样重要呢? 你在约分的时候 6跟30约是5 5乘到分子去 你不要真的给它划掉变5 因为你划掉变5之后呢 你会以为5跟5约分啊 就变1了啦 那就不对了知道吗? 好 那再来喔 这边拆括号之后呢 5二是10 所以它是10x 加多少 所以加5 而且加1 因为这5会乘进来喔 两个都乘到5喔 对不对? 后面这边的话呢 是-6乘这两个喔 -6乘x -6x -6x -6乘以-2 -2 得正 62 12 加12 小于等于30 我们把它整理一下喔 10-6是4x 这5加12 5加12 5加12加17 一过来减17 小于等于30 10-17 变13 因为17 一过来减17 变13 所以S解多少呢? 不能是这解呢? 把4乘以4 答案叫4分之13 好 看那个情况 要不要画图啊 不用画图 现在好了喔 答案就是这个 第六题喔 如果要画图怎么画? 你可以这样画 如果要画图的话 你这边是0嘛 1 这个大概是 3又4分之1 对? 1 2 3 3 2 4分之13 它是小于等于 所以是十星的 往左边跑 所以答案将画 如果要画图可以将画了 这有没有问题? 这是第六题喔 好 再来看那个第七题 有没有发现喔 这题如果你会的话 下一题应该就会了 因为都是一样的概念 就是你小心喔 那个在去分5的时候 尤其运到减 要特别小心 这边不能够 直接写下来 会有变号的问题喔 这样知道吗? 好 那我们看一下那个 第七 这三题你过关 应该都过关了 那种分数型的不等式 你就不会再怕了 好 我们再一题喔 好 这题也是 只要解不等式 不用画图 那关于那个保护眼睛 其实同学如果喜欢吃蓝莓 可以多吃蓝莓 因为蓝莓 有那个很丰富的维生素A 维他命A 那可以让你的眼睛视力会更好 然后多吃蓝莓的话 蓝莓很贵喔 那不如吃维生素A好了 看到第七题喔 好 第七题的这个 好我们来处理这一题喔 好那这题的话呢 有没有必要后面先通分 你说好像后面有3跟5 要不要通分通在一起啊 应该没有必要吧 对不对? 我们就给他去分母一次把它处理掉 那去分母要乘多少呢? 应该想得到吧 要乘多少 对就是乘15 乘15就可以了 对左边要乘15 去分母 右边要不要乘 要要要要 全部一起乘 大家一起来乘15 因为目的是要区分母 那前面的这个乘15 就蛮好乘的喔 15跟15约之后 剩分值了 对吧 1515约 剩分值 4x加2 小1 这两个就小心了喔 因为你15呢 是怎么乘的喔 它是针对这个减法 这个减 就是针对这个减法 它分成两个分数来乘 它会乘到这个第一个分数 会乘到这第二个分数 它会这样乘 所以那个乘的时候 那个顺序要知道一下 15跟3约分 答案是5 5要乘到分值去 所以是5倍的 括号 x加1 我画这红红的这个减法 是加粗的 没有 为什么要加粗啊 因为要小心 有时候同学都忘记了 所以这边加粗写一下 好继续喔 5跟15约是3 3一样称到分值去 所以3倍的括号 x-1 所以这边是减的喔 所以拆括号会有负号的 要变号的问题喔 好那前面我们先把它照抄下来 再往下一步 对不对 4x加2 会小于 好来 拆括号咯 拆括号的时候 这两个都会乘到5 不然括号刮假的啊 所以 这括起来就是因为这5要乘进来乘不到嘛 对不对 所以括号一拿掉之后 两个都乘到5了啊 5乘x 5x 515加5 切记喔 正要乘到5喔 有同学会漏掉的注意一下 好这边喔 要有变号 有没有 要是-3去乘后面的啊 -3乘x 就-3x 那-3乘-1呢 负负 得正3一 3加3 所以这里有变号 如果你在写的时候 这边写-3 可是你没有变号就错了 所以要变成是加3 好再来把它整理一下喔 我们整理的话呢 好多一个步骤好了 4x加2 一样照抄喔 方便先整理 5-3 2x 对不对 5加3加8 2s往前移喔 变2x 然后2一共来-2 8-2答案是6 所以s如何 它就小于3 有没有 两边都除2 2一共来除2 所以s会小于3 好 那就是第七题喔 所以这三题如果你都会的话 你也觉得都OK 那就没什么大问题 那种分数型的不等式 应该都过关了 好 那我们看那个就是 不等式的丘解 找那个正整数的解 好来来 这边蛮有意思的 如何去找它正整数的个数的解 十四月的范例二 他说要满足这个条件 十小于等于x小于等于80 这样x的值有几个 他有要求 x是整数 是整数的条件下 他不会叫你列出来 因为太多格 他问你说这样子 整数啊 这样x到底有几个 有几个整数 符合这样的条件 是这个意思 好 你看 所谓的那个x 大于等于10 跟小于等于80 我们先从简单的讲起 好吧 比如说 今天几号 今天26号是吗 26号 今天26号 然后呢 这样子好了 我问你哦 如果这s答案挑整数 你认为会有几个 我说老师都数得出来啊 我说照数就好了 有等号对不对 26就算了 有等号啊 30也要算 所以 26 27 28 29 30 答案几个 5个 所以符合x整数的话就5个 哪5个 26 27 28 29 30 对不对 很少可以这样数啊 那很多怎么办 从10开始就数啊 10 11 12 数到80 不是 就很微难哦 来 回到这边来哦 像照 两边都有等号的时候 就很像数日期 26号到30号 一共有几天 因为26号也算 30号也算 所以算日期的时候呢 相减要加1 比如说你头尾都算的时候 相减要加1嘛 对不对 所以30减掉 26之后 再加1 30-26是4 4加1 答案是5 为什么要加1 有点像这样子 比如说这样子 我们从6月1号开始 到6月11号 放假放几天 6月1号到6月11号 对 6月1号到6月11号 是不是头尾都算 所以11-1要加1 这时候你不会放10天价 你就少放1天了 对不对 6月1号到6月11号 放了几天价 放了11天价 为什么 因为头尾都算 所以11-1要加1 这样懂意思吗 我再改一个例子哦 比如说今天是 现在在5月嘛 然后现在是5月的5月3号 到5月的10号 这样一共有几天 你会发现哦 3号这天也算 10号这天也算 所以相减之后要加1 要啊 所以答案是8天 所以5月3号 5月10号 这样是8天 因为相减要加1 所以头尾都算 一定要加1 回到这边来哦 有没有头尾都算 有吗 对不对 所以到底有几个 你用80-10再加1 80-10变70 70加1多少 答案71 所以符合这样条件有几个 71个 好 这样有没有问题 好记得哦 所以再算不等式个数的时候 如果头尾都算 它的个数有几个 中整数个数有几个 相减之后要加1 头尾都算要加1 好 当然我们中间还有两个题目呢 它就变成交出了哦 它的条件都差不多 但是呢 只差边一点不一样 它说 这个是10 小于等于x 小于80 的情况下 跟x 它是大于10 但小于等于80的情况下 这样的x10整数 它到底会有几个 有几个 有几个会符合这样的条件 我把它写在一起 表示它答案是一样的哦 好那怎么做呢 这个时候 如果你发现 一边有等号 一边没有 一边没有等号 一边有等号 一边有一边没有 一边有一边没有的时候 怎么办呢 相减 什么都不要做了 答案都出来了 互减 所以80-10 答案就70个 所以符合这样的条件的整数呢 这两个都是70个 这样有概念吗 好那再下一题哦 你就知道怎么做了 来 下一个 如果是10 小于x 小于80 符合这样条件的x 到底有几个 你看 它10也不算 80也不算 头尾都不算 头尾都不算 头尾都不算的时候 相减之后 要扣掉一个 80-10扣1 写错了 80-10扣1 80-10 再扣一个 80-10 变70扣1 所以答案是几个 69个 所以会有69个符合这样的条件的整数 因为头尾都不算 所以我们可以变成这样整理哦 头尾都算 相减要加1 头尾都不算 相减要减1 好 然后一边有等号 一边没有的时候 相减就好了 什么都不要做了 什么都不要做了 所以相减答案就70个 所以是70个 像这个头尾都不算 相减要扣1 所以答案69个 好不好 再把它记一下 有时候我们在找那个整数个数的时候 用这方法找会比较快 不然有时候我们同学会数数数数 还会数数 如果我数还数错的 这蛮可惜的 这个不要数了 如果数字很大 我们就相减 再去处理它 如果多尾等号 相减就加1 如果都没有等号 头尾都不算 相减要扣1 如果一边有等号 一边没有 一边没有等号 一边有的时候 怎么办 相减就好了 这样知道吗 这个找整数个数的时候 我们可以这样做 的解中最小的整数是多少 我说是x的条件呢 最小最小的整数 会是多少 好 这里我们怎么做 我们前面要先做整理 要画紧 就拆括号 这其实都不难 整理它 哈哈哈 所以3乘2 x 就是6 x 3 39加 9 50 19 2 2 我应该 把它做整理喔 所以62-2s 剩下 4x 9加4是 13 131过来减13 所以 4s 大于等于多少 30-13是17 所以 x 就会大于等于四分之17 我跟你讲 这样超难看的 你把它变成带分数啊 比较容易叛读 知道吗 带分数喔 所以 x 就会大于等于多少 叫做四又四分之一 17 除以4嘛 这边带分数会吧 这OK喔 好 那你想喔 x 我们要挑整数 它的最小值会是4吗 4有大于等于四又四分之一吗 没有啊 所以往上找一个 答案就是答案是5 所以他说这不等4的解 最小值的整数是谁 所以答案是5才符合 自己写一下答案是5 这样有没有问题 找那个不等式的一些限制条件 然后找它的一个整数解 然后呢 最小的整数是多少 诶 我怎么灯没有亮 这个就乖乖的 好 亮的 这边底下有打灯 你们看不到啦 因为怕这黑板这边写到这边太暗了 所以我这边有设计一个 灯光条 所以打亮之后这边就比较亮 所以有有没有 有个阴影在对不对 好 看第二题 然后把它拆光 拆光号的时候呢 它是2乘X是2X 248-8 好 再-6 大于X-11 我把S给移在一起 所以S一过来哦 一过来减S剩一个X了 那-8-6是-14 -14 -14一过来加14 会变成-11加14 所以X大于多少 -11加14 答案大于3 大于3它又说啊 X的最小整数是谁 如果这个有等号的话 S就可以答案选3 它没有等号啊 所以要大于3 所以S答案多少 答案要选4 所以答案是这一个 这个关于不等式的这个找解的 有没有问题啊 应该也是没有 也算简单 好 我们看那个范例4来哦 范例4呢 这边出现了一些一大堆哦 都是分数型小数型 次方都超高次方的 带比大小 它的观念跟我们前面用的很类似 就是说 你在比较分数大小的时候 就先判断它 到比1大也比1小 比1大的次方越多就越乘越大 比1小的次方越多就越乘越小 这把它记下来 这个在哪一页我们讲过啊 那种概念哦 就是那个 分数型的时候 你就先判断它 到底是比1大还是比1小 如果比1大 次方越多就越乘越大 如果是比1小的次方越多 反而是越乘越小 好 那我们看一下 那个在范例4这边 好的第一题哦 它要比较这两个分数啊 一个是99 又133 分之28 加上 7 7分之2 另一个是99 又133 分之29 加上7 7分之1 好 那同学问你哦 这两个比大小你要怎么比 这个就不是次方多的问题哦 它要比大小 那我问你哦 如果我今天把两个数相减 比如说这样子哦 A跟B要比大小 就是把A跟B来抓来减 抓来减之后 A减B我发现大于0 为你谁大 A大还是B大 相减变正的 当然A大啊 对 你把减B移过来 这变什么 变成负B啊 所以这样相减变的是说 A会大于B 如果A减B小于0呢 再把谁大 是B大 因为减B移过来 变成A小于B 有没有 你把负B移过来 不是A小于B 对不对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就把它相减 相减之后呢 看它的结果是正还是负 比0大还是比0小 再来判断它 谁正谁负 因为这两个分数很接近 所以我们就决定了哦 把这两个分数相减 相减来看结果 看它看到底谁大谁小 相减出来之后 如果正的 那就前面大 如果相减出来是负的 那就后面大 对不对 所以这些相减的哦 好相减我们怎么看呢 来这样看 先给它拆卦 会变成99又133分之28 加上7 7分之2 后面拆卦号 所以减到99又133分之29 负正得负 减到7 7分之1 好我们把它整理一下哦 那99又133分之28 跟这个减比较好减吧 对不对 所以这两个相减之后 说28-29是负1 99-99就没了嘛 所以133分之28 减到133分之29 会变成133分之1 对不对 这边是133分之1 好看那个7 7的部分 7 7分之2 减到7 7分之1 所以答案正的 加上7 7分之1 这两个相加 到底正还是负 你怎么判断 可以 然后判断说 这两个的数值 它的绝对值谁大 7 7分之1 跟1 3分之1 谁大 绝对值哦 这个一个蛋糕77个人分 一个蛋糕133人分 是不是人越少分越多 这个比较大 所以这个绝对值大 这个是绝对值比较小 那我们等一下再看一下 这个是负的 这个正的 所以两个相加的时候 它够不够减 因为这个是比较大的数 它是够减的 所以答案正的 正的表达什么意思 它是大于0 因为相减大于0 所以我们都知道了 前面这个分数 大于后面这个分数 所以做答案这样写 所以答案这样写 答案 A2S N没有写到 写太丑了 重来 A2S 这个时候我们发现 相减之后大于0 所以前面这个分数是 99又133分之28 加上7 7分之2 就会大于99又133分之29 加上7 7分之1 这样的问题 所以这个大于它 这是第一题 好 再看那个第二题 算简单了 这分数的比大小 所以有些分数比大小 我们用那个相减的方式 来做判别 减出来答案正的 就是前面大 减出来如果是负的 表示后面大 后面的分数比较大 好 看那个第二题 那第二题 我们就不这么做了 我们就直接回答了 为什么可以直接回答 因为我有说过 你在判断两个分数的次方比大小的时候 你先判断它 它到底是比一大 还是比一小 如果是比一大的数 记得比一大 越乘越大 比一小 越乘越小 好不好 这小口诀 帮助你记一下 你在比分数的时候 就不会这么痛苦 还真的把它乘出来了 疯了 你看那个像第二题 它要比较这两个分数 一个是1 2 100次方 一个是1 2 99次方 对 然后这两个比大小 来 谁大 你要先判断说 这两个里面的这个分数 它是比一大 还是比一小的数 1 2 是比一小 比一小 次方越多 越乘越小 100次方 跟九九比 这比较多 多了一次方 它比较小 所以这比较大 所以答案这样写 这是第二题 很快对吧 我也知道很快 来继续来 第三题 这边是那个 1又千分之 999 的 5次方 还有 1又千分之 999 的 4次方 好 这两个比大小 来 我刚刚说比一小的次方 越多越乘越小 那比一大怎么样 它就是 越乘越大 它两个都比一大 一样的东西 一样的内容 都是比一大 都是一又千分之999 那比一大的时候 次方越多 越乘越大 所以是这样子 所以前面这个大 有后面这个 这个比一小 所以次方越多 越乘越小 对 就是比较小 就比较大 好看那个第三题 第四题 你会发现这种题目是很简单 如果再遇到的时候 不必要写对啊 好不好 这不容许写错啊 这也是 什么情况 又来了 你只要判断它到底比一大 比一小 这两个都比一大 对 比一大怎么样 次方越多 越乘越大 所以要写小于 好 再看那个 第五题 好 再看那个 第五题 好 这是第五题 到目前为止 有没有问题 应该没有 后面两题也一样 来 我还是写一下 后面两题 所以这题目出来都送分得 有没有问题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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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五 得三十次方 好 来 再来一次 有没有 我们说过啦 彼一小的数 次方越多 越乘越小 彼一大的数 次方越多 越乘越大 他是比一小 越多 次方越多的 越乘越小 所以答案这样 好 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应该很容易 吧 好 这我们看下一句 有范例物 他说呢 妈妈买了X包的草莓软糖 跟A-2包的葡萄软糖 以致草莓软糖每包32颗 葡萄软糖每包有28颗 若将所有软糖平分给8个小朋友 每人至少可以拿到12个 那妈妈至少共买了几包软糖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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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妈妈买了X包的草莓软糖 跟A-2包的葡萄软糖 以致草莓软糖一包32颗 买了X包就32X颗 所以32X颗的草莓软糖 然后他把葡萄软糖一起混分 葡萄软糖的话他买几包 A-2包 可是A-2包里面这一包有几颗 葡萄软糖一包有28颗 要乘28 所以这两个相加是所有软糖的总数量 相加我还没加好 相加之后呢 是所有软糖的总数量 他说分给8个小朋友 他说除以8 有写分数啊 直接除以除以8 就是草莓的软糖个数加葡萄软糖的软糖个数 相加之后分给8个人 每个人至少可以拿到12颗 什么叫至少 至少可以拿12颗 那可以拿11颗吗 不行 因为至少12颗 那可以拿12颗吗 可以 因为至少12颗 那可以拿12颗以上吗 13颗 也可以 代表说他的答案怎么写 不等式 要写大于等于12 有等号 因为他说至少可以拿到12颗 所以这个要有等号在 大于等于12 就除以8个人之后呢 大于等于12 好 那其实这个不等式哦 整理一下 两边都乘多少 都乘8 乘8去分母 对不对 这边要乘8 乘8目的去分母 这边也乘8 要乘一起乘 所以8跟8约掉了 现在32X 再加上 我直接拆瓜好了 28乘X是28X 28乘2减56 大一等于12乘896 好吧 准备整理一下哦 32加28是60X 减56的移过来加56 所以是96再加56 6加6 12均1 152 152 好 这个时候X我们要挑整数 对不对 直接看就好了 你就不整理他了 因为真好成嘛 因为X他说最少几包 对不对 所以X越少越好 符合这条件 你要取谁 你就自己看嘛 2倍120 120没大于他 3倍180 也可以的啊 所以答案选3 选3什么意思呢 代表说 他的那个草莓软糖是买了S包 所以答案是买了3包草莓软糖 那葡萄软糖呢 他买的是A-2包 S答案是3哦 3-2怎么样 就1包啊 对不对 所以草莓软糖3包 葡萄软糖1包 一共买了几包 3加1 答案是4 至少需要买4包 这样才够分 所以答案要选写4包 至少买了4包 好 这题有没有问题 应该没问题 好 那剩下的这些应用问题啊 我们就留到礼拜五 再来继续咯 好不好 基本上进度上没问题啦 因为我们很快的就可以把这部等式给上完 那上完之后就是要复习啦 那是要沿我们统计图表啊 三式图啊 那些 我们也都上过了 所以同学可以再找一下前面的一些课程来看 好不好 好 今天上到这里咯 拜拜